今天我们来看看华夏十大巅峰高手之陪伴师最长久的告白之艾奥特 在传奇普克这个节目上打牌时间最长的男人 香港牌手艾奥特 应该是对传奇普克感情最深的人 如果假设传奇普克有一天这个节目就是停办了停播了是吧 我觉得应该受伤最深的就是艾奥特 有个两个人谈恋爱似的 就是最遗憾的是吧 就是艾奥特 两个人谈恋爱 付出多了那一方 如果分手了 往往是他是更难受的 咱们来回来看那手牌吧 艾奥特集中三条二 这里边下了一个几乎满池啊 打得很像偷鸡 前面两个人都过牌 然后艾奥特 这里边在这个比较干燥的面 偷一枪是吧 上海王这里边击中了顶盾 选择尽啊 还是稳妥的尽一枪 库恩是什么呢 假设库恩那张牌是张八 大家觉得这个十八是尽好 还是现在就弃牌好呢 因为艾奥特下得很重啊 还有人尽艾奥特 艾奥特转牌选择过牌了 艾奥特很像偷鸡啊 我翻牌下重柱偷一枪 没偷走是吧 我不敢偷了 选择过牌 上海王会怎么选择呢 其实这里边可打可过 要打的话 我觉得你打半尺啊 打半尺 无论他是买牌啊 或者他是偷鸡什么的 都还可以啊 但上海王这时候非常激进啊 选择了用七八凹裂 这里边不知道为什么 上海王选择all in了 但这个all in你说 就是其实也不是打价值 也不是是偷鸡吗 顶对转偷鸡 没有必要啊 他其实是有点 你要说他这个all in吧 其实更像偷鸡的行为啊 因为一对八 也没有这么打价值的是吧 什么牌会考你吗 一对五他应该也不会考你 是吧 就是打价值 没有必要这么打 也不能说一对五 不会考那个 就几乎不会考啊 这个面其实还是挺干燥的 他不会抓一对五 很难这种情况下抓你偷鸡啊 一对五翻牌 他也不会 瞎那么重是吧 这一手牌 酷恩在装卫拿到了不错的勾圈 加注到2000万 韩元 艾尔尔特区 尔特区 可以防守一下小忙 上海王觉得K5也能参与是吧 他大忙 选择也是尻进来啊 咱们来看看翻牌 哎呀 这个客观我印象还挺深的 客观结婚了吗 我都不来传奇扑客发牌了 翻牌 一个很湿润的面 八九勾两张同色 艾奥特现在是八一对 上海王这牌很一般 库恩这牌不错是吧 但是这个牌 牌面还是挺危险的 顶对面对这种牌面 库恩先下 2500万 2200万看看情况 艾奥特买上夏顺的 考一枪 中八一对其实就不玩了 中八一对很难玩 他还买 八九十勾上夏顺的 结果专牌发出了 这个对八 这个三条八就非常隐蔽 因为咱们前面说了翻牌有张八 你们位置这么湿润的牌面 你一般别人下注你是不玩的 因为你没法往后打 你太难打了 翻牌你也有可能是落后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三条八的隐蔽性就非常强 库恩这里边就觉得 艾奥特可能是一个半头级 毕竟这个面很湿润 库恩选择尻 这里边不太能想到你是三条八 除非遇见一些小概率的时间 比如什么八钩啊 八九的葫芦 结果盒牌发出一张九 是吧 降低了别人是八九的概率 这里边其实艾奥特的三条八 他没有那么怕九 是吧 其实一张九 其实艾奥特转牌打一张九 他也不是太好cow啊 反正合牌又发出了九 是吧 反正也降低了库恩有九的概率 所以艾奥特这里边还是直接打价值啊 咱们前面站在库恩的角度分析过了 是吧 其实库恩有勾 其实就隔断了艾奥特的八勾啊 发出两张九 其实隔断了一些艾奥特中八九的概率啊 就这个牌怎么着呢 这个牌就是 你知道吧 他高手思维 他独你牌 他独概率啊 反正库恩这手牌绝对能抓 反正艾奥特正好改上是八十啊 八九是够买上下顺的 其实这种这种牌你就很难读 反正艾奥特就打到了这个价值啊 库恩也支付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啊 我这句话说的是不是有点 有点瞧不起大家吧 其实上手牌 艾奥特打的也很像投机是吧 艾奥特也打的好啊 给库恩骗了 库恩最后抓艾奥特 买牌失败再投机是吧 也是艾奥特打的好 咱们来看看这手牌啊 艾奥特拿到了对视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知道吧 有时候比如上手牌 我刚才最后说 是不是瞧不起大家 不应该这么说 可能是应该这么说 我表达能力不太好啊 有时候可能讲的不太明白了 大家可以好好看看这手牌 转弯说更好啊 哦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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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下五万 前面第一手牌一样啊 又来了 浩子 又是上海王 上海王这把买上下顺的 买一枪 中盾买上下顺 又是这个手段 又是这种情况 又是两个人在最好的位置 转牌来一张Q 艾奥特又是过牌吗 上手牌 艾奥特一过牌 上海王凹链了 上海王呢 上把艾奥特这么打是真又牌 而且是非常大的牌啊 而且是非常大的牌啊 上把艾奥特这么打是真真右牌 这手牌上海王没有非常的鲁莽 这手牌下了一个八千万 Alton这把是对时选择cow 底池来到了29万美金 差不多30万美金的底池 一张钩上海王还想偷吗 上海王这个牌有些坦白价值的 因为Alton这里边可能是买花买顺啊 如果Alton是买花买顺没买上来 是吧上海王这个三亿对会赢买牌失败啊 比如他有一个什么红桃的那个七八 上海王最后也是选择了摊牌啊 玩Alton赢下这个接近30万美金的底池 这一幕从专牌之前啊 还是跟第一手牌很相似啊 情况差不多啊 这手牌挺好玩的 这里边Cowan想绣一把27 用27加注到2800万 然后Alton拿到了K10同色 选择CAL 德万也是27 德万说是吧 这种情况下 要秀吗 秀不了啊 不想秀啊 不想秀完27 泡芙老板 应该是在装卫拿了一手还不错的牌啊 比如什么五六黑桃啊 可能类似于这样的牌啊 什么四五黑桃啊 或者就是五六杂色是吧 就这样的牌啊 五七黑桃什么的 反正靠近来玩一玩 当然以后也有可能A5啊 95至尊算了吧 这牌最差位置玩起来也不太好的 咱们来看看翻牌 翻牌是A3K 库文要偷鸡吗 很接近库文的范围 千口加二位第一个起的瑞斯 要偷鸡啊 这是不可能不偷的是吧 72千口加二位进来 怕出对他范围这么有利的牌 所以他肯定要偷 那这里边 泡芙老板如果能尻的话 什么要像咱们说的A5 要不就是黑桃啊 五六黑桃啊 四五黑桃啊 五七黑桃啊 五八黑桃 是吧 这样的牌吧 K5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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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概率小很多 也有可能是吧 泡芙老板这里边也是尻 泡芙老板怎么笑的 笑的有点骚气啊 来看转牌 转牌来了一张十 IoTon变成K十两对 库文还要偷吗 这个范围还是非常接近于库文的 而且现在库文可以扮演大牌啊 这AK十非常的吓人 这三张牌啊 库文要继续偷一击啊 要来个中注了 最后一条街了 这条街就争取 不能说绝对的最后一条街 就这条街 你争取把人偷走 这条街偷不走 你合牌也很难把人偷走 而且合牌你要支付更多的代价来偷啊 基本上这就是 最好的机会打走 另外两个人的机会啊 这里边下个中央数 有一张ACE都能被打走啊 如果这里边单有一张A是靠不动的 比如POP老板是A5 他就靠不动啊 库文在 IoTon这牌其实靠着有点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那么舒服啊 但K十两对很强啊 但这里边库文也有可能很强 但是IoTon本来挺紧张的 想看看库文什么牌 库文把牌一亮出来是二七 IoTon那么笑的 你是这个牌 就是IoTon这个牌不错 但他想赢库文 库文要是真牌的话 他想赢库文 也很难说能不能赢啊 库文这里边可能什么AKA10是吧 包括天顺什么的 包括暗三条 什么他枪好加二位第一个起锥子 他的范围有很多大牌啊 然后IoTon这里边 他也挺心理 就是心里也挺上下的 你知道吧 最后一看库文 瞄的是个二七啊 就那种反应是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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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